大家好 觀眾朋友是咖啡 我是俊元 那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為什麼我不充半杯的咖啡 因為最近我們有辦這個咖啡倡飲的活動 那我們在咖啡倡飲活動裡面 特別提供大家有半杯的選擇 因為我怕大家每一種都要喝一杯的話 其實可能喝一兩種就沒辦法再喝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活動裡面 有提供給大家可以選擇點半杯 但是如果有來參加這個活動的朋友 通常都會發現雖然你點的是半杯 可是我在這邊沖 我還是沖一杯起來 那只是半杯讓客人喝 那半杯可能我自己喝掉這樣子 那為什麼你點半杯我不直接沖半杯 因為當我們的咖啡的粉的量 如果我直接把它減半的話 其實沖煮半杯並不是直接把所有的參數都減半就好 因為其實每一個參數之間是會環環相扣的 所以我們如果比如說把粉量減半 把水量減半 那會造成一個結果是 其實我們總萃取時間也會變短 但是在總萃取時間變短之後 那它可能就會讓咖啡的風味稍微的不夠 因為這個萃取時間短了 那粉跟水接觸時間變短了 它可能就會讓風味變得比較不夠 那當然我們可以用其他一些方式去增加它的萃取 比如說我們的水溫高一點 那水溫高一點是增加萃取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覺得它在增加萃取的時候 並不是把所有的東西都等比例的放大 而反而是它會去強調 比如說香味會變更好 那其中的一些味道會變得更強烈 但是有可能讓它裡面味道風味的平衡 會有點跑掉 有一些比較細緻的味道可能就變得 被那個強烈的味道壓過去 反而不容易感覺到 所以其實水溫通常如果我已經找到了 我覺得這支豆子比較好呈現的水溫的話 我就不太會去動它 那另外一個是比如說粉的粗細度 當然我們也可以再調細一點 好的 調細一點之後我們之前也測試過 我們可以用這個粗膜慢沖 或是細膜快沖 去讓它感覺它的濃度萃取是差不多 可是口感上還是會有差別 因為我覺得粗膜慢沖的方式 它整個層次感會比較好 那細膜快沖的話 我覺得它風味會比較集中 它比較這個層次感表現沒這麼好 所以其實沖煮的這個參數跟環節 是歡歡相扣的 那所以如果真的比如說 我們要把粉量減半的話 那因為總萃取時間短了 那造成它可能濃度比較不夠的話 其實增加濃度最好的方式是增加粉量嘛 可是如果我們粉量已經減半了 那你為了這個要再增加一點的話 其實又快要接近一杯的量的話 我就乾脆照一杯的方式沖 那其實也比較好維護品質 因為其實我們去調整這個參數之後 也不是每一隻豆子都適用 其實我們現在豆單上這麼多的豆子 每一隻豆子如果你要改變那個參數 我們都是要一個一個去試 那有一個這個可能每一隻豆子 會有它最適合的沖煮的參數 那所以為了避免在沖煮上的不穩定 那也希望讓大家可以喝到品質最好的咖啡 所以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你就算點半杯我還是沖一杯 讓大家可以喝到的是一個我覺得 我們調整過最好的風味 但是我們還是今天來試試看 如果我們真的就是沖半杯 看到底會遇到什麼問題 是不是風味真的會有這麼大的差異 所以我今天就沖一杯半杯的咖啡 那來比較看看 跟我們正常沖煮的咖啡 可能會遇到問題跟風味上的差異 那我們先來沖煮這一杯咖啡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V60 01的濾杯 那我用的咖啡粉是8克 因為我本來習慣一杯是用15克的量 那我今天把它減半變成8克 所以當我們用01濾杯沖8克的時候 就會覺得它的粉是偏少的 因為01這個濾杯它的設計是沖一杯到兩杯 那其實一杯一般來講至少要10克 所以8克會偏少 所以它這個粉的狀況 就有點像我們之前有拍過一支影片 是用02濾杯來沖一杯量的咖啡 就會覺得它粉是集中在下方 比較這個沒有辦法好好的去沖煮咖啡的感覺 那我們平常沖一杯 我是大概用180克的水 讓它滴漏完 所以我今天沖8克嘛 我就用90克 好那一樣讓它滴漏完 好那我們現在看它其實很快的 就差不多滴完了 那現在的總萃取時間變成是只有一分出頭 大概只有一分7秒8秒 好那這樣就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像以前我們在注水啊 通常注到可能180克 就要花到1分大概10秒到1分半 看豆子的狀況不同 那實際萃取完通常就是1分半到2分鐘之間 那這個是粉跟水它接觸的時間 那它就會在這個時間裡面去萃取出味道 但是這個粉跟水接觸的時間短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發現 其實我現在目測啦 看起來它咖啡顏色就比平常我再沖的要淡一點 好那我們來喝喝看味道上有什麼不一樣 好那目前這個咖啡我現在喝起來的口感 它會感覺比較單薄一點 它的厚實度跟甜感 就沒有我們正常沖煮的這麼好 而且喝起來它的酸味會比較明顯一點 因為這個等於說我們萃取的時間短 那過短的時候其實酸味 我想第一個是因為我們會等於說集中萃取在前半段的感覺 那就會酸味比較明顯 那另外一個是萃取比較不足 那也容易會產生一些酸味的感覺 好所以其實以直接把粉量跟水量減拌的方式的話 我們會遇到的其實就感覺是萃取比較不足 那沒有辦法把這個咖啡好的口感完整的發揮出來 而且我的粉量其實正常比如說15克除以2應該是7.5 那我是用到8克已經是有多一點點了 好其實差0.5克感覺好像沒有差很多 但是其實在咖啡我們在這個7.5加0.5的狀況 其實它的比例就已經算蠻高的 所以通常我們在秤咖啡豆的時候 我會習慣用可以到這個小數點後一位 可以秤到0.1克這樣的精密度 因為有些人用的棒秤它可能是 只能測到克的話 那它的誤差就會比較大 比如說15克跟16克 那它可能覺得只差1克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把它換算成百分比的話 它就差了好幾個百分比了 所以其實我們在咖啡的這個測量上 如果你想要更精準的話 那當然如果能夠到0.1克的話 是能夠比較精準的測量 那當然有些人他們是覺得不用這麼計較 就是差不多就好 所以有些人甚至沒有秤 只是用豆豉撈 那當然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如果真的我們是要比較精準的 去計算所謂的水粉比 或者這個粉跟咖啡的比例的話 那如果能夠測量到0.1克的這個準確度 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好那所以其實這樣整個沖起來 如果我們把分量減半 其實會遇到問題 第一個像我們剛剛在沖煮的時候 就會覺得我們是用一個大濾杯 沖少分量的感覺 之前我們拍過這個影片 那我們是用02的濾杯去沖一杯量 就會覺得它的粉都集中在很下方 那我們水流不好控制 那也不好沖 好那其實我們如果用01的濾杯去沖半杯量 也是類似的感覺 就是我們的粉會很集中在濾杯的下方 那其實也很難去控制水流品質 因為它就等於是水的沖擊力會比較大 所以也容易會萃取到比較不好的味道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在萃取的時候 因為總萃取時間短 因為本來比如說我們是注水注到180克 那因為粉量減半之後我們注水也減半 所以相對注水時間也變成剩一半的時候 那總處時間也變得也差不多只剩一半 那這樣子等於說粉跟水之間的浸泡會變得不充足 那它集中萃取在前半段的味道 而且萃取的比較不完全 那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喝起來的口感 其實不夠厚實是偏淡的 那如果要解決偏淡的問題 我們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再加粉量 可是如果像我們現在已經用到8克 比如說我再把它加到10克 我加到12克 那基本上跟我們原本一杯15克的量已經很接近了 那我就乾脆就沖15克好了 那這樣子也比較好去照我們平常習慣的沖煮的方式 還有我對每隻豆子的了解去調整 比較能夠沖出一杯好喝的咖啡 所以這個是通常我不會說 因為我今天需要的可能只是半杯的量 我就直接把咖啡豆減拌來沖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減拌下來 它對於風味的影響其實是滿大的 所以我們在手沖咖啡很有趣 就是當我們從一杯變兩杯三杯 我們之前拍過這樣的影片 就是沖煮大分量的咖啡 其實也有很多細節是要跟著去調整 並不是單純你只要把粉跟水放大變成兩杯三杯就好 但是如果我們是要減少的話也是一樣 而且我覺得減少反而更困難 因為時間的增加 比如說我們變兩杯或變三杯 我們可以用一些方式 讓它去維持那個總萃取時間 不要一直去增加 可是當我們這個變成是總萃取時間縮短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維持住那個總萃取時間 或說怎麼去增加總萃取時間 反而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那當然也不是完全不能解決啦 比如說我們再去找流速更慢的濾杯 或是粉的粗細怎麼去調整 可能可以去再去想辦法解決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向對於風味會有影響 而且其實出來的效果我覺得沒有這麼好 所以當然這個還是回到源頭 就是說我們在挑選濾杯的時候 要去符合這個濾杯設計的沖煮量 這樣子沖煮出來的效果才會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在調整沖煮份量的時候 除了粉跟水要調整 那大家要記得就是 因為你的注水量調整之後 你的總萃取時間就會跟著變 那總萃取時間也是影響風味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你就必須要適當的再跟著去調整 那你變成幾乎是所有的沖煮參數 可能都要跟著動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到最後我會選擇乾脆我就是都是沖一杯 反而對我來講是比較簡單的一個操作方式 所以這是今天我們對於這個咖啡沖煮的量 能不能沖半杯 我自己的一些心得來跟大家分享 那自己大家都在家裡沖的時候 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有的他常常也留言跟我們分享說 他自己在調整這個沖煮量的時候 變少的時候風味覺得也不同 變多的時候風味覺得也不同 那也是問我說怎麼辦 所以我們最近其實有拍的 之前拍的這個 分量變大的時候該怎麼處理 那今天我們是討論說 分量變少的時候會遇到什麼狀況 那大家都可以參考看看 那之後我們會有更多咖啡分享的影片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